嘉宾 听伟老师,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2022 UCA天籁云端 不靠谱北美华人原创达人秀大赛颁奖典礼 线上春节联合晚会新闻发布会 今天由我担任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 我是UCA的理事于国良 大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Gary 本次活动由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携手不靠谱艺术家沙龙 和硅谷新媒体公司丁丁电视精心打造 并获得全美各地近百个华人机构 媒体和社区组织的参与与协助 活动结余也将全部用于成立UCA社区基金 来反馈社区 此次晚会将于2022年2月12日周六 美东时间晚上8点到11点 美西时间5点到8点 在线上和线下同步行 并通过多家合作媒体 面向全球观众直播 晚会上将宣布和播放北美华人 原创达人秀的获奖节目 并给获奖者颁奖 可以很谬的其他嘉宾吗 OK 好的 最高单项奖金可达到3000美元 参加观看的观众还可参加现场抽奖 抽奖总值超过3万美元的各种奖品 以及由Malus Studios公司发行了3万份NFT数字产品 大家听了我的介绍 是不是瞬间觉得晚会非常的高大上 那现在就有请我的伙伴小妍 放出我们晚会的推广视频 有请小妍 抱歉啊 信号信号有点卡 麻烦小妍再放一次 欢迎各位嘉宾 还有各位记者朋友 如果各位记者朋友的话 在有什么提问的话 我们可以 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QMA时间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事后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视频很棒呢 现在呢就有请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UCAA的主席 薛海培先生 给大家介绍一下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以及接下来UCAA会在春节期间的各项活动安排 有请薛海培先生 海培 你需要 email一下你的话筒 可以了 好 大家好 我叫薛海培 我是美国华人联合会UCAA的President 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周末这个抽空 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常令人激动人心 那个新闻发布会 也是几十位各地的华人社区组织们一起 到今天能够这个准备好这么一场 给媒体朋友们的一场这个提前预告的招待会 我在想跟大家讲一点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我们UCAA也好 美国华人也好 我们UCAA呢 有三大愿景 这三大愿景是 第一呢 我们要全面的推动华人社会的 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 参政议政 捍卫美国华人的人权 第二呢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培育下一代华裔的工作 尤其是培育他们的领导力 以及他们对我们华人身份的认同和一种骄傲感 这是关于第二个愿景 我们第三个愿景就是 我们要弘扬华人的文化价值 传统生活方式 但我们说良好的生活方式 建设一种新的文化 新的风尚和新的华人社区 一个人人都参与的华人社区 一个人人都相互关心 相互爱护的华人社区 这就是我们的三大愿景 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华人 心目中都和我们一同能分享的这么一个愿景 那么在这三大愿景里面 这个华人的文化传统价值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需要在这些文化传统里面寻找 我们的精神上的一种根 我们的spiritual roots 我们在北美怎么能作为一个 不管是加拿大华人还是美国华人的 一个安生立命的根本所在 那么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 我也想再利用这个机会简单的告诉大家 我们和今年整个的北美地区的华人春节活动相配合 当然我们现在今天的新闻招待会是 我们的最这个精彩的部分 就是春节演出部分 同时呢我们在下个星期一也会 到时候我们还要做另外的新闻发布 正好呢就是由UC发起和推动 由我们的国会议员孟昭文国会议员 在国会领头推动的这个要让农业的春节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确定的国家法定 或者纪念假日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而且会要需要花很多年 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件事 同时呢孟昭文委员在几个月以前 也提出过要求美国国会 美国联邦政府考虑在适当的时候 修建亚裔博物馆 这是指的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首都的 National Mall 就是象征着联邦政府所在地的 这个全国全国亚裔博物馆 我们同时呢 UC在最近已经刚刚发布了 我们分享了这个五千个 这个我们现在叫它叫爱心红包 也是为了配合春节的事 我们想我们在对老的一些文化传统 作为一定的修改 把这个传统上自己给孩子的红包 分享给全社会需要的人 利用这个春节的机会 利用发红包的机会 能够reach out to更广阔的美国智慧各界人士 想想看我们北美 有一千万的华人 一千万的华人 一个人给十个红包 就是一亿人口的北美人口 能够收到春节处的华人的 分享我们喜悦的这个红包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也希望各地大家以后 我们全面来推动这件事 最后我要提一下 我们UC华盛顿州的分布 这个Washington State UC Chapter 这个他们也在同样的一天 白天当天 2月12号的白天 将会举办这个 为136年以前 华盛顿这个西雅图 严重排华事件 作为一个历史纪念 现在会组织当地的华人 亚裔所有人 从China Town 步行走到这个 这个海港的边上 也就是重复重走一件 当年被这些白人 种族主义者赶走了的 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也将会是一场 非常意义重大的 尤其是在美国西北部 地区 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 这么一系列事情 我们都会在今年的春节 期间展开 最后呢 我也是想感谢一下 我们各位 我们各地的参与的组织 我们家 尤其是我们加拿大的 一些华人团体 我们的加拿大华人联合会 我们过两天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哥斯达黎加 我们加勒比海的华人组织 社区也会参与我们的这个 这场北美的演出 真正让这场演出变成一个 我们北美地区华人 华族 华人社区 立足于我们本地 立足于我们 在好好的在北美地区 把我们应该过得精彩的日子 怎么通过我们的春节来 见出来 最后我要说 这个我们呢 不光要有工作 我们也要有娱乐 对吧 我们不光要有辛劳 我们也应该有 我们这个开心的时刻 我们不光要有 我们的物质生活 我们也要有 我们的精神生活 不然 我们怎么能够 在北美能够过上一个 真正精彩的 有价值的人生呢 好 OK Let's have some fu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today 谢谢薛海培主席 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那确实是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春节了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此次活动的总导演 张科明先生 以及我们的主办方之一 丁丁电视的代表 Sandy Wang 让女士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此次活动的一些安排 以及筹配工作 有请两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我是张科明 这次非常荣幸 可以跟UCA一起联手合作 而且在丁丁TV这么好的平台上 把我们的不靠谱的理念 用这个春节的 接着春节的气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不靠谱的节目 这次其实我们筹备了很多的 其实我们是做一个比赛 我们在北美 让大家所有有才华的朋友们 把他们的原创的节目 来进行参赛 然后我们有一些奖金 然后去给那些最好的节目 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 棒的这个团队 会再把所有的节目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会用丁丁TV的这个平台 做一个直播在2月12号 所以非常期待和丁丁TV的这次 第一次合作 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件事 变成每年一度的一个 在海外的华人的春节的 这么一个事件 变成一个传统 好 谢谢 Cindy在吗 在的 好 大家好 对 我是丁丁电视的Sandy 那么这次非常的荣幸 可以和美国华人联合会 以及不靠谱的 不靠谱艺术家沙龙联合 举办这次盛会 然后我们这次盛会呢 是会通过丁丁电视的平台 向全球直播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多种频道的直播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上 看到我们这次盛会的直播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也带给全球华人 非常精彩的艺术节目 并且和大家一起共度新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大家应该很好奇 不靠谱 北美华人原创达人秀大赛 哇 这名字好高到上 那是不是会有什么精彩的参选节目呢 那是不是有请咱们的总导演 张克明先生先给我们剧透一下 这样这个我先解释一下 不靠谱 一般大家理解都是 一个负面的这个描述 这个人很不靠谱 这其实也是一种玩笑 很多人说我很不靠谱 但我就不靠谱吧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的不靠谱 其实是一种 一个一种姿态 就是不靠谱是和不确定性共舞 和不确定性一起吹拉弹唱 然后通过这个拥抱不确定性 达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然后这种境界 其实就是在创作艺术里边 大家都会要追求的一个创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呢 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全球的这个不靠谱的会员们 全都发动起来 其中包括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首先今天我们跟大家剧透一下 这个呢 就是来自我的好哥们 我是发小 他叫张陶 张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在中国歌剧院里的这个 优秀的袁浩演奏家 他的媳妇 就是他的夫人 是一个美国人叫Amanda Ezo 是一个长笛演奏家 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呢 这个大家就不能随便的去通 美国的人来不了中国 然后中国的去不了美国 他们俩虽然已经结婚了 一两年 而且有个小孩 但是因为疫情 所以就一直没能见面 然后他们也特意为此做了一个作品 是一个原创的音乐 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朋友 给他们专门写了一个音乐 叫隔空对话 去描述到这个疫情期间 他们俩的这种思念吧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隔空对话 然后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我们用不靠谱的方式 在记录并且表达 这个非常特殊时期 在全世界华人们 用什么方式去一起 度过这个春节 好的 谢谢 那现在有请小颜 给大家播放这个视频 让大家先读为快 say hi say hi to your father hi say hi to your father hi hi 大家好 我是Amanda 这是Rory Rory现在20月了 又过了一年 我们还没回去中国呢 现在不给钱讲 所以回不去了 张涛我老公还在中国 他也看不到我们 希望今天能见面了 今天我在纽约 给你们吹个空对话 和我们一起来看 节目 在哪里 中文字幕 在哪里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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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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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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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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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问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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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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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